各位 大家好 是美國時間 3月3日 簽名肯定頓 今天要講的就是 兩會之後 禮拜六 禮拜是開天闢地 中國新的政制 習近平當成是國家主席 英文是presidency 現在就肯定兩會之後 就是習近平應該稱為 習近平總統 president 史戰平 三權 司法 行政 立法 集於一身 黨 告於一切 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要管好中國 不定服務人民為主 各位 文章都寫在這裏 各位詳細看看 公立2023 就是習近平正式宣告 他的權力地位高於毛澤東 中共 至於近日 還沒聽過的 中共是反對三權分立的 細細看看的文章 已經說了出來 1990、2007、2003 這次定為大家 共產黨的政策 就是反對三權 頂立西方的憲政 極力反對 因為 習近平要 定於一尊 做習近平總統 好 各位 看看 這是開天闢地 OK 保重 再見